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S.H.E.将于9月11日举办成军17周年演唱会,但锁票方法华言表示6日才会正式公布,天赋真金出席啤酒代言活动,谈及此事他说,你也知道公司很爱,挤牙膏,这点我真的跟他们没共识,但也只能服从。 暗示不认同华言的宣传方式,因为是免费锁票,许多歌迷敲碗加场,但目前却定置办一场,很多时间空间都是因为有限制才珍贵,这样17年才有意义,不用重复复制那份快乐。 至于演唱会上会有什么惊喜,田赋真笑说,说了也没用,我们都不会照搞演出,一定是急性发挥,所以说了也不准,没办法预期会给出什么惊喜。 谈到同门连又加宝宝出生的好消息,他表示有传简讯恭喜他们,虽然还没去探望,但很期待看到宝宝,他们两个都尝得很好看,宝宝一定也超可爱啊,又多了一个小孩可以玩,珍珍阿姨很开心,田赋真连续六年代言酒精饮料。 记者陈一宽社,Horror Y日式祭典记者会,田赋真台上丸套圈圈。 记者陈一宽社,田赋真带言酒精饮料,台上直接开盒。 记者陈一宽社,田赋真连续六年代言酒精饮料。 记者陈一宽社,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,为成年进物饮酒,酒后进物开车。 饮酒过量,有害健康。